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好 好了 都过去了 过来正好 以后不用再受你些鸟气了 那不愁怎么过什么休息那边啊 什么情况 感觉有故事啊 用这种不当行为 被伤害我们和粉丝的情感 我会向联盟请求审查他是否违规 团队赛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 加油 小伙子们 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 佳氏和星星战队将开始进入团队赛环节 两队队员已经就座 比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为他们加油 大家放松 按照平时的训练节奏来就行 这场比赛将决定最后的胜错 参赛的选手们会不会有压力了呢 一帆加油啊 星星的武尘 这名字有点耳熟啊 白剑的出场过 卫山和孙哲平一个年纪大一个有伤 不久太年轻 难道武尘是星星的无奈之决 不 我更愿意相信 是叶熟大神的骑兵 团队赛正式开始 中方都已登陆地图 可以看到 驾驶小队第一时间 就已经占据了中兴战场 依然采用的是全员护治疗的保守阵容 这是战术大师肖世青 加盟驾驶以来的一个幻用阵型 而星星那边选择了在林间迂回 显然不愿与豪门家世做正面交方 诡计吗 别太看不起人啊 叶熟大神 在那个方向 面对我们的满边队 再巧克力把我们的一顿造势 带他保持对行 快开分散 奇怪 怎么完全看不到人眼 换个地方了 继续坠机 玩战术心真早啊 是啊 叶熟大神这样布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恐怕是想分散家世的人 找机会将他们逐客几步 继续追 我们已跑成越来越劲 现在的速度 下次就能追上 不对 声音怎么会从那边传来 声音的方向怎么变了 小枪不是在前面吗 是君莫笑 他散人也能开枪 马上又有什么阴招 不急 他们人分散我们就更占有势 继续保持对行 向之前的方向前进 这时候分散团队 你就是在想什么 论庄为论速度 行星根本比不上我们 还是说准备冲我们不备 偷袭治疗 记得保持对行 千万不要走散了 怎么可能没人 速度差我明明计算过 真是恶心 难道是 快追 等等 别追了 追不到的 他们大团应该早就分开了 这人故意压制速度 就是为了让我们扑空 再追也是白费力气 敢耍我 大团移动 往往要照顾速度最慢的队员 而这人往往都是治疗 一旦治疗被带走 团队战就难了 应该是有这样的顾虑 肖世青才不让家世人分散吧 但这可是家世啊 直接让一夜之秋去追 应该能直接把对方拿下才对啊 这么看 小姐妹打得有点保守 又来了 星星是当遛狗呢 肯定有圈套 强声很近 这一次我们肯定能追上 走 去反方向 继续抱团行动 不要分散 他们估计反应过来了 他们是满编队 冲你们的方向去了 小心 别让他们闲队 你去掃掃掃 注意保持据 这附近的地形 正是个射白斧 叶神 别躲了 什么 还是没人 就是那个小枪 他一路卡着最远距离攻击 我们根本打爆了 麻烦 所有人上 激活小枪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这样被溜 我们的法力消耗太大了 必须赶紧把这个麻烦除掉 可是 主动暴露位置 是叶修的指示吗 如果有别的目的 回来 又怎么了 这里也适合做梅府 这里的地形有问题 再深入会有危险 快 我上前一步就能打到它 不行 哎呦 佳士今天打得很犹豫啊 别人都追上了 怎么会坏了呢 虽然团队阵径十分完整 但看地图 星星的人已经把他们包围了 肖世青把豪门家世 当自己过去的弱队雷霆了 谨慎 我要带枪匹马 我们一起过去 准备 激活 我 这家伙居然又逃了 用白斧 所有人躲避 躲什么 我奶不住 你们是不是应该积极点 现在也太被动了 糟糕 下一时又把家世当雷霆了 我们是家世 我们不但要赢 还要赢得足够强势 没事 现在调整还来不及 追对秋飞 追 武臣 看你们了 明白 星星想利用武臣的骚扰 逼迫家世分兵 但肖世青一直想尽量 保持真情完整 既然决定追击 家世明明可以更坚决的 干嘛要束手束脚的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不像肖世青 一项精打细算的风格呀 来了 等停久了吧 你知道就好 跟我来吧 陈姐陈姐 这是电竞之家 而这是记者站的长鲜 一直负责报道咱们新鲜的活动 大家好 先在前台登记入住吧 大家比赛加油 我看好你们 走 快看 居然没有夜秋 孙哲平 这人怎么又跑到他们队伍里去了 先不管这个 夜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化名夜修 是怕曝光粉丝压力太大 可怎么到了比赛 夜秋还没现身呢 肯定没什么好事 说不定在背后谋划什么大阴谋 看来 有必要亲自去拜访他一下了 行星战队夜秋来了没有 没有 那这夜秋 最后分哪个房间啊 这个 行星战队是在A座7楼的721到726房间 具体如何入住我们也不清楚 嗯 好的 谢谢 卫生好 联盟主席 冯县俊 星星战队被安排在哪边了 A座7楼721到726房间 为什么联盟主席对星星这么关注 家事两大巨头不也去星星房间了 这些大人物撞在一起 肯定是要打新闻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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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常仙 星星的那个焦业修的 在哪个房间呢 哎 啊 小儿 你赶紧去那边 我马上就到 别被其他人抢先了 进来 哎 哎 哎 小常来了 啊 啊 哼 接着说吧 你们的那位队长夜修呢 在哪里啊 我们很想认识一下 夜修 他不就是我吗 哼 你还真敢承认 这有什么不敢 你疯了吗 用假身份参赛 你真当初有人都瞎了吗 谁说这是假身份啊 这真是我听过最可笑的笑话 这不是假身份 难道夜修是假身份不成 你不会认为 认识你的人不多 你就可以这样随便变换身份 没人知道了是吧 原来夜修就是 夜修 这 是我能知道的吗 你说对了 其实夜修才是假身份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 而是一个 谎言 你说什么 我当时 没有身份证 所以你做了假证 那倒没有 我只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嗯 双胞胎这种东西 说出来你们会不会以为这是小说啊 双胞胎 嗯 就是这样 我用了我双胞胎兄弟的身份 才得以报名 而现在所用的夜修 才是我真实的身份 啊 这这这 哎 哎 你不会以为 现在你换回真身份 一切事就都没发生了吧 你当所有人都傻瓜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一定要小心妥善地处理 我们 嗯 我当时在加试不是吗 并用这样的身份 帮加试拿到了三个总冠军 你不会假装忘记了吧 只要那部共同好 特别解释并不难 又怎么跟他们交这个饼呢 谁啊 我 从献心 先藏起来吧 厕所 床底下 算了吧 开来的总是要来的 好 开门吧 人不少啊 主席 嗯 烟球 果然是在这里 把门关了 您 把门关了 可是曹记者马上就到了 快 去把门关了 等等 可恶 你们深深好像还有个叫夜修的 主席 你也先坐 我慢慢给您说清楚 好吧 会长 坐这吧 怎么 很复杂吗 怎么回事 最近心脏挺好的吧 挺好的 我可就说了 你要找到夜修呢 其实就是夜修 快点 吃药 快吃药 用不用去医院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在说什么呀 哎呀 可恶的诚心 真是忘恩负义 就是这样 你那个兄弟是干什么的 干很多事 您不会是想将错就错 把他当作是曾经的夜修吧 这个漏洞可有点大呀 好 那倒不必 我只是想确认 确实从来都是你一个人在打比赛的吧 绝对 你们准备怎么解释啊 画名 改名 随便什么都可以 本来是为了什么事来的 夜修是你的网名 你的真名叫夜修 行啊 我们走 陶老板 崔经理啊 这事吧 全是你惹出来 但到最后一看 忙着擦屁股的 不是家事就是联盟 好像反倒没你这当事人什么事 真够可疑的 小长啊 这个消息 你可不能当采访 报道出去啊 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 你放心 我是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 今天下午挑战赛报名现场 家事和星星两支战队相遇了 但是家事战队选手 惊讶地发现 一直以来以夜修的身份 活动的散人君莫孝 就是他们的老队长夜修 我们现在来听一听 家事俱乐部的老板 陶轩的看法 我现在都很难相信 夜修居然成了我们的对手 他隐瞒身份付出 还在挑战赛令 和家事针缝相对 我也搞不懂 我只希望夜修和家事 可以定格在曾经那 最完美的一瞬间 无耻 家事这事太不要脸了 我们怎么应对 击败他们 除了这个呢 这还不够 这个是必须的好吗 但现在呢 这又怎么还机 不用了吧 有点出息行不行 老这样背着黑锅 都快被黑出屎来了 太粗俗了 还笑 气死我了 不要生气 明天就要开始比赛了 这些事让他们去折腾吧 我们不要分心 一定要打败家事 一定